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 什么东西呢 答案就是暂时还没有 毕竟在欧洲的中世纪教会的势力非常强大 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教会的条例 不能有自己的观点 也不能有自己的思考 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异端 而一旦您被认作是异端 基本上就歇菜 这结局不是被火烧重炭 那就是被勒成吊死鬼 所以在整整一千年的时间里边 欧洲的几乎是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这种黑暗的日子的终究会过去 1453年 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了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的知识分子纷纷逃到意大利 顺手就把他们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经典文献带了过去 这一批文化典籍给欧洲人的冲击非常大 人们立马意识到一个问题 原来过去的人 他根本不是按照我们的套路出牌的 过去的人活得有多潇洒 看看我们过得多他妈的无聊 人们的意识开始觉醒了 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就要到来了 那么好了 文艺复兴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简单说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发现 或者是再发现 比如说米卡朗基罗的雕塑大卫 大家都见过吧 这个雕塑是被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 它为什么呀 它凭什么呀 它看来看去 它不就是一个小鲜肉的裸体吗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下 它的产生效应 却是轰动的 行天霹雳似的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 教会是禁止人赤身裸体的 就连我创作我画个画我行不行 也不允许这作品里面 有赤身裸体的内容 否则呢 就是邪恶 那就是犯罪 所以您想啊 米卡朗基罗创作了这么个裸男 在当时它是意味着什么 不过呢 就在大家伙吃惊的说 哎呀裸男 米卡朗基罗说 这个不是他创作的 不过是借鉴了古希腊人的创作而已 你看看 古希腊人是以裸体为美的 他们的艺术品当中 如果男的不穿衣服 那很常见 女的呢 也就是皮块布 比如说著名的断臂的维纳斯 人家上半身 那就是裸着的 在米卡朗基罗看来 人们可以通过这个雕塑 重新找回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自由状态 在意大利 像米卡朗基罗这样的艺术家还有很多 不过呢 这些艺术家并不打算攻击教会 他们呢 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 教会您管得太宽了 有些东西嘛 我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说白了 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想要摆脱教会的束缚 但是又不敢直说 那于是乎呢 就借古说金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从文艺复兴开始 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世俗化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世俗化的过程当中 最大的对手还是教会 但别着急 很快就会有人站出来怼他 宗教改革石破天惊 如果说啊 文艺复兴运动呢 只是寒沙摄影的反对教会 那么更重要的一击就是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 当时的教会不仅束缚了思想 也控制了王权和普通百姓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为了敛财 教会呢 一开始要求说 百姓啊 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我 交给我教会 到了后来 教会呢 又想出了赎罪券 这种很荒唐的东西 赎罪券是什么东西呢 教会跟老百姓声称说 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呢 人呢 他是有原罪的 什么意思 他生来 他就有罪 死了以后 你可是得要下地狱的哟 老百姓一听慌了 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教会又说了 不用怕 这样我们为大家着想 推出了一种赎罪券 只要只要多少钱 只要你买了 就可以抵消你的罪过 死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进天堂了 这老百姓 他没几个人看过圣经啊 那可能看了 他也看不懂 因为呢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 那能看得懂的 那没几个 那怎么办呢 那只要说 任凭你这教会忽悠 那你说啥 那就是啥 而这种赎罪券 大大的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让老百姓呢 过得更苦了 而这个时候 老百姓的大救星 马丁路德出现了 马丁路德呢 是个德国神父 关键的是 他看得懂拉丁文 所以他就能够自由阅读 原版的圣经 有一天 他在圣经当中 读到这么一句话 说只要你相信 耶稣基督就能得救 那按照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人们只要说 是信仰耶稣 其他的啥事不用做 就能够得救 马丁路德一拍一大腿 就这么简单呢 在这个基础上 马丁路德创办了新教 并且开始宣传他们的教义 很快 许多人都成为了他的信徒 随后呢 马丁路德又把圣经翻译成德语 让普通人也能够看得懂 当时呢印刷术已经发明了 好了这个德语版的圣经 那一下子就传开了 这还了得 罗马教廷非常生气 哎那个什么马丁路德哪来的呀 啊 胆敢跟我教会对着干是吧 活腻了是吧 一端邪说 烧死他 于是呢 禁令下了 但是呢 禁不住人家跑得快呀 马丁路德 掏到了德意志的一个小国躲着 那边的君主跟贵族呢 都非常的欢迎他 那毕竟呢 他们也不喜欢 罗马教皇对他们指手画脚 干涉他们的内政 还跟他们要钱 新教就这样 在一些君主的庇护下 得以发扬光大 然而呢 天主教会啊 并不死心 他们指使了一些天主教国发动战争 讨伐这些异端 由此 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大战就开始了 当中最为惨烈的一场 那就是著名的三十年战争 整个德意志的人 是死了三分一 大部分的村镇都化为了灰烬 打了那么多仗 死了那么多人 可到最后 双方谁都没占着便宜 那没办法 那就大家聊一聊吧 达成协议吧 有的国家信仰新教 有的国家信仰天主教 你也不管我 我也不管你 互不干涉 就这样 教会的神权统治被彻底的动摇了 科学进步和启蒙运动 开始启发民众的理性观念 当神权统治被动摇之后呢 一些之前被压抑的东西 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那就是近代科学 在中世纪科学也是由教会来负责解释的 教会哪里会搞什么科学研究 他们就拿古希腊古罗马的学说呢 来为自己辩护 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地心说 地心说呢 是希腊人创造的 最后由罗马帝国时期的天文学家 托勒密确立了下来 地心说认为什么呀 那地心嘛 以地球为中心 也就是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包括所有的星星跟月亮太阳 那都是围绕着咱们转的 教会呢 采纳了地心说 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教义 地心说 由此也成为欧洲人认识宇宙的唯一观念 但是到了16至17世纪 有人就开始质疑了 首先出手的是波兰人戈白尼 他提出了我们很熟悉的日心说 认为呢 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这地球呢 是绕着太阳转的 好了各位 从哥白尼开始 神学对于科学的统治 他就开始动摇了 随后而来的 那是一代大师伽利略 这位老哥呢 拿着自制的天文望远镜 朝着月球上一看 拿不得了 发现这月球上全都是坑 随后呢 一发不可收拾 又观测到了很多天文现象 而经过严密的推算 伽利略就宣告说 日心说是对的 要知道当时啊 在教会的统治下 发表支持日心说的言论呢 得有多危险 晚年的伽利略 为了活命被迫写了个声明 声称自己呢 是不承认日心说的 而勇敢的科学家布鲁诺 因为坚持日心说 被教会活活给烧死了 结束这一切争执的人呢 就是伟大的牛顿 一个万有引力定律 就把教会的地心说 给彻底埋葬了 再后来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说呢 更是摧毁了教会的底线 达尔文公开宣称说 人是由原类进化而来的 而不是说 是你上帝创造出来的 科学革命之后 启蒙运动又跑过来 狠狠的给了教会一棒子 启蒙运动 从法国发端 声势也最为壮大 在启蒙学者看来 世界是由无知和迷信 所主宰的 而这个社会有两大混账 一是教会 二是国王 但为什么 他们明明是混蛋呢 这两个混蛋还能苟活于世呢 那是因为人民太傻了 还相信他们 那该怎么办呢 那就要开启民智 启蒙学者们 汇编了一套百科全书 着重突出了 人类理性的重要地位 那一时间 是轰动了整个法国 法国人的启蒙运动 传到了德意志的 忽然就变了味儿 德国人的认为 法国人他 你就不行 你只会闭门造居 德国学者呢 去乡村转了一圈 回来宣布呢 说我们就应该 像老祖宗那样活着 而文明这个东西啊 那只是对人的一种束缚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解放 这便是从德国开始的 浪漫主义 由此啊 自由解放便深入了 欧洲人的骨髓 然而从浪漫主义当中 又生长出了 另外一样东西 那叫做民族主义 浪漫主义宣称说 如果一个政府 不是由你自己的民族组成 那他就没有办法 去表达你想要的东西 而如果呀 一个国家 是由好几个民族组成的话 那还不如分家呢 这便是 现代民族主义的雏形 如果说启蒙运动 代表的是 歌学理性和进步 那浪漫主义 则代表着文化 民族主义和解放 这两个思潮啊 自从他们从诞生那天起 他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 但谁说 这俩背道而驰的思想之间 他没有共性呢 至少在当时 他们俩是合伙一起的好兄弟 一起来吊打教会的 他们有力的推动了 世俗化运动 打那以后 教会对于人们的束缚呢 是越来越小 文明时代的大门 也就从此开启了 文明时代的一大标志 就是民主 但是民主又是从哪来的呢 答案呢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跟欧洲其他文明一样 民主的根源 也是出自于古希腊 最典型的民主 那就是大家说嘛 投票嘛 不过 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 很不完善 比如说 女人和奴隶 她是没有投票权的 但是她最起码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 基本的原则呢 就是有事 大家伙一起讨论 最后投票 少数服从多数 你还要不服的话 麻烦你滚蛋 到了罗马时代 罗马人又发明了 平民大会和元老院 两个权力机构 实现了分权和权力制约 看上去 民主制度呢 是欣欣向荣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到了最后 罗马还是出现了皇帝 民主制度 也就成为了摆设 我们之前提到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欧洲进入了 蛮族国家统治时期 国王把土地分给贵族 这就叫做封建 因此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些蛮族国家的 君主的权力 实在不咋地 贵族权力却很强大 几乎呢 可以跟这国王平起平坐 当时的这国王 他有多弱呢 当时啊 贵族跟国王达成契约之后呢 都得要按照 日耳曼人的习俗 互相的亲亲对方的脸 这表示就是说 咱们谈成了 当然 这种你亲亲我呀 我亲亲你的方式呢 也就是表明 国王跟贵族 其实是平等的 这习惯就这么传了下来 到了今天 这西方人见个面 还喜欢呢 互相亲个脸 那既然国王如此之弱 因此国王在决定一些事之前呢 往往呢 是要召集各阶层的人士开会 一起来讨论一下 征求一下大家伙的意见 而这些人 包括宗教人士 贵族 以及平民中的土豪 这个制度延续下来 就成了议会制的雏形 但是啊 经历了许多年的演变之后呢 国王们呢 是变得有钱了 也组织起了强大的军队 权力当然 它也是越来越大 他们还声称说 自己的权力 那是上帝赋予的 也就是军权神兽 形成了君主专制 但是议会 它并没有完全消失 他们依然对国王有所制约 当时的欧洲呢 是人人都在打仗啊 拼命扩充军队 英国的国王们 自然他也不甘落后 而英国国王 既想招兵买马 手头又没钱 没办法 就按照老传统 把议会的人 召集起来开个会看看 说大家伙能不能商量一下呀 觉得这个多挣点税 行不行啊 议会啊 早就对英国国王的 独断专权很不满了 他们趁机提出说 议会要多掌握国家权力 这可惹恼了英国国王 反正互相就看不上眼 除了这一点 议会呢 还有一笔账 要跟国王算 当时啊 英国臣民呢 普遍信仰的是新教 而国王们呢 因为是娶了欧洲大陆 信仰天主教的媳妇呢 一个个都变成了天主教徒 宗教问题 又加上互相尿不到一壶里面去 有一个叫查理仪式的国王 干脆就下令 关闭了议会 然而查理仪式呢 他就喜欢自己作死 关闭了议会之后呢 他又强迫苏格兰人 你也得要接受天主教 苏格兰人不仅说 不愿意听他的 还组织了军队反抗的 一路上是杀尽了英格兰 查理仪式丢尽了脸 他决定率军镇压 但是你打仗 还是回到老问题 你总得要钱呢 那查理仪式呢 就只好把之前 他关闭了的那个议会呢 给恢复了 恢复了议会 查理仪式第一个要求就是 其实我也没什么要求啊 恢复你的意思呢 就是你会做一点 同意给我增税 这议会正在气头上呢 你以为你想咋咋 想关就关 想开就开 那劝你呢 哪里理他 那双方的一言不合 就打了起来 当时呢 英国议会的领军人物 是一个近代史上 非常有名的人 叫做克伦维尔 他率领议会军队大获全胜 捉住了查理仪式 1649年 经过审判查理仪式呢 被砍了头 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在那一年 中国是什么光景呢 那会儿 中国清朝入关后不久 刚刚坐稳了江山 但是呢 没人敢去砍顺志的头 克伦维尔死了之后 有人呢 将查理仪式的儿子 由国外接了回来 让他来掌权 既然爹爹叫查理仪式 那这儿子肯定就叫查理二世了 不愧是亲生儿子 这查理二世跟他老爷子 查理一世呢 是一个德行啊 也支持天主教 但是二世这个人呢 他比较聪明 他直到死前 他才宣布说 各位啊 都没想到吧 其实我姓风的是天主教 查理二世死了之后呢 继位的是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 他是英国最后一位 姓风天主教的国王 因此呢 还是说为了宗教问题 跟这个议会啊 闹得那是不可开交 这事闹大了 詹姆斯二世被赶走了 但是呢 国不可一日无主 这议会找到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婿 信仰新教的荷兰人威廉三世 跑过来继位 你找个荷兰人当英国国王 你可能会觉得这太奇怪了 其实呢 在当下这根本就不算啥 欧洲王室的血统呢 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 比如说著名的俄国女沙皇 叶卡杰里纳大帝 其实呢 这姐妹是实打实的德国人 威廉三世到了英国之后呢 议会要求他接受一项叫做 权力法案的法规 这个法案呢 规定了个人的权力 同时又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那威廉三世你说 我这白捡了个王位啊 这个那您说啥就是啥吧 他哪敢说半个不字呢 自然是照单全收 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就这样 英国完成了 从君主专制 向君主立宪的转型 国王从此变成了一个象征 真正掌权的是议会 从那天开始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诞生了 海峡对岸 法国闹翻了天 当英国人已经搞定了君主立宪的时候呢 海峡对岸的法国人民 那还是君主专制 当时的法国国王呢 那就是著名的专制君主路易十四 这个人的在位时间呢 比康熙还得要多上十一年 康熙在位61年 这哥们在位是72年 路易十四总爱捞到一句话 四个字 镇计国家 但是即便如此英国人的那一套呢 还是漂洋过海 穿到了法国 这就要得拜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所赐了 洛克在光荣革命之后不久呢 写了本叫做政府论的书 宣扬君主立宪思想 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呢 是风靡了整个欧洲 法国人呢 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啊 很多人蠢蠢欲动 时间一晃 到了光荣革命的一百年以后 无独有偶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想要征税 他也召开了已经一百多年没有开过的三级议会 平民百姓一看 哎 机会来了 也打算了效仿英国人 要求增加一倍的席位给自己 并且要求制定新的宪法 那路易十六呢 他这个怂包 看到有人闹事了 他就居然同意了 不过呢 当群众们要求把三级议会变成以平民为多数的国民议会的时候呢 路易十六他又不愿意了 这让大家伙非常的恼火 因为呢 三级议会以外啊 每个议会投票的时候呢 他只有一票 也就是说 平民代表你哪怕你人再多没啥用 也就一票 抗议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 路易十六呢 却只会把这个事情越搞越糟 他一开始表示说 我要用武力镇压 但是发现呢 这吓不住啊 群众不吃这一套的时候呢 又软弱的表示说 那行吧 既然大家伙都要搞 那就搞吧 就搞 国民议会 本来呢 一切事情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有一天 议员们到凡尔赛宫来讨论问题 突然发现门上了锁 这让大家伙是心惊胆战 以为呢 路易十六是要搞政变 其实啊 大家真的是想多了 路易十六他哪有这种胆子 他就是个怂抱 那天锁门呢 只不过是凡尔赛宫 他碰巧搞装修而已 这历史啊 他有的时候呢 就是这种不经意间 发生了大的转变 惊恐的代表们呢 马上就跑到了凡尔赛宫旁边的室内网球场 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言 推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文件之一 人权宣言 路易十六呢 假意接受这个宣言 在这个鼓舞下 大批的市民 涌向巴士抵御 逼迫国王离开凡尔赛宫 如果说这路易十六这脑子 他稍微能够好使一点 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呢 他对于人权宣言 他很不高兴 又放出话来说 他只要重新掌权 那一定要恢复旧治 这下他不就惹恼了革命者吗 你要掌权是吧 我就断你这念想 我直接把你给剁了 路易十六不就稀里糊涂的 被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被杀 那一年是1793年 正好也就是那一年 咱们中国清朝的乾隆帝 会见了英国的马格尔尼使团 这个呢 是中国近代史上 最后一次西方平等交往的机会 然而呢 就这个机会到最后 他还是泡了汤 路易十六死了之后呢 革命者又陷入了内斗 死伤者不计其数 直到拿破仑上台 拿破仑独揽大权 开始四处征战 后来干脆自己称帝了 拿破仑虽然是皇帝 但是他并没有丢掉共和国的制度 相反的 在拿破仑的统治底下呢 许多现代政府的规章制度一一被确立 比如说拿破仑法典 比如说现代征兵制度 比如说一个公平正义 秩序井然的社会 同时呢 拿破仑征战欧洲 打垮了许多中世纪的旧制度和糟粕 拿破仑失败之后呢 虽然法国在此后的岁月里边 依然有君主复辟 但是法国大革命的理念 传遍了全世界 拿破仑法典也被一代一代的延续了下去 后来俄国的十月革命 中国的辛亥革命 都深受它的影响 好了各位 欧洲古代和近代的历史呢 差不多到这儿就为您讲完了 但是可能你也会问了 那为什么欧洲可以在近代抢到第一呢 咱们都知道 咱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 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罗盘针 中国的GDP呢 也是一直超越欧洲 综合起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 中国是一直领先于世界 但是为什么到了近代 中国却走向了衰落呢 中国很多时间都是大一统时代 秦始皇统一天下 唯我独尊之后呢 所有的后来者都乐意跟他学 而经过时间的推移 中国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 话语权都掌握在了皇帝一个人的手里边 当欧洲走向君主立宪和共和制的时候 正值中国的明清时期 而那个时期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那正是中国皇帝权力登峰造级的时代 皇帝的权力越大 就越抑制老百姓的创造力和独立性 除此以外呢 中国人以儒家的思想作为基础 平时的行为处事需要儒家准则 考试当官需要儒家准则 儒家思想已经深深的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当中 即便是有了一些新的思潮 也掀不起什么大的波澜 那么这么一种强力的压制 它肯定不会诞生自由 再加上呢 中国从来都不重视科技 也不重视商业 那么近代以来 中国落后于人 这也是世所必然的了 在1480年 明朝下令海禁 任何出海贸易的人都得要被抄家治罪 从此中国就开始了 时不时的闭关自首 故不自封的状态 到了清朝 这个情况呢 更是变本加厉 但是在欧洲 没有一个君主能够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下达如此严厉的命令 这是欧洲君主的不幸 我们前面说过 欧洲君主们都发源自日耳曼人部落 君主的实力不强 特别羡慕你中国皇帝 你想干嘛干嘛呀 但是这或许又是欧洲人的幸运 国王的权力不大 即便说后来王权增加了 欧洲君主也没达到 像中国这样的绝对权力 不是什么东西都属于国王 这就是欧洲文明发展的基石 此外 欧洲四分五裂的状态 导致权力分散 由此就带来了欧洲人的思想 非常的自由 非常的多元化 欧洲各国也从来没有固步自封过 因为国家小啊 他们需要互通有无 这就奠定了欧洲长期以来开放的局面 到了近代 去除了教会的压迫 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呢 就可以随意提出自己的想法 创造新的学说和科技 因为没有人去压制去管辖去约束 因此各种学说各种的想法 百家争鸣 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很强的爆发力 这就是欧洲文明 它为什么风靡全球 为什么可以影响全球的原因 好了 各位说到这呢 这一本通俗易懂的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 这本书就为您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